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表姐 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些 关于大表姐身上的一些问题 现在这个噪音是赵丽在做饭 我们言归正传 前一阵子我们就发了一条动态 大家有什么比较关心的问题 都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会统一回复 反正现在有这么截止 而且还是这个前后的 然后我就看着回答吧 因为现在已经是中午的时间 我还有点乐 边吃牛肉干边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个 近三年的年收入多少 未来的增长目标有吗 提到搞钱就激动 怎么跟我弟弟一样 近三年的年收入 我的收入就只有是工资 肯定是在六位数 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未来的增长目标有吗 增长目标就是 希望我的收入的构成部分 再多元化一些 第二个汤圆还会出镜吗 有点想哈 然后会出镜 上周六刚刚来过我家 这条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汤圆那条视频 肯定已经发过了 之所以大家会经常见到他 是因为我们在共同的做 同一个工作 是同事兼朋友的这种关系 因为汤圆现在的新工作 也比较忙 我又搬家了 我们的见面 肯定就不会那么的频繁了 还有像之前的饼干 他回深圳了 他抖的时候 抱着他心思 可能这辈子也许就不会再见了 就是这样的心情的 但是汤圆还是会出镜的 毕竟没有离开北京 第三个 怎样拥有一个像大表姐一样的 好的心态 大表姐没有烦心事吗 每天开开心心 很羡慕 我每天都有烦心事 我有很多的烦心事 成年人的世界 怎么可能只有快乐呢 我觉得我像镜头前的你们 表现一些那种负能量 我觉得我是不负责任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意我去完全的接收 另外一个人的消极的情绪 每个人的自己的 这个消极的情绪 都要应该自己去找到方法 然后去把它排解 消除掉 大表姐有租房的建议吗 除了自如有试过别的租房渠道吗 因为我已经北漂 这是第13个年头了 住过隔断 住过阳台间 住过那种跟厂房一样的地方 又住过公司 在北京的大概前三四年的这个时间里 其实换房的品率是非常高的 遇到过黑中介 然后遇到过不良的这种房东之类的 我大概在17年的时候就开始租这个自如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他的这个渠道我也没有再试过了 因为我现在又是自如最高的那个级别 可以享受服务费八折啊 每年免费换租啊什么的 还是要从正规的渠道上 或者中介 然后去找房子 找房东直租的话 可能房租便宜一些 但是不确定性有些高 你不知道这个房东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住了这么多年自如之后 我觉得还都还不错 也挺省心的 租房要注意什么 我不知道耶 都是要看个人的需求和条件 再一个问题 工作了两年啥也没学会 请问怎么察言观色 如何让自己开心 不管别人说什么 工作了两年啥也没学会 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首先要先从自身上找问题 老天派每个人跟你相识 他身上都会有一些 是值得你去学习的东西 更何况是工作呢 请问怎么察言观色 这个应该是要提升自己的情商吧 如何让自己开心 不管别人说什么 那就是首先要学会拒绝和选择倾听 不开心的变听 昨晚是说又是梦 想了解大表姐这些年做自媒体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就是在干这行 所以顺便就做了 我的工作不是像大家看到的 这只是我在公司的好多工作中的其中一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没有什么心路历程 毕竟现在也不是什么多大量级的那种账号 什么人才能写回忆录啊 才能写专记 那说明他这一生有过很大的贡献 创造了很高的价值 我觉得我还没到这个时候 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回忆的心路历程 唯一开心的就是偶尔翻一翻以前的视频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请问大表姐害怕变老吗 非常害怕 害怕容颜上的老去 有时候照镜子 发现自己脸搭了 还有一些焦虑 心态上 我觉得我现在心态还是挺年轻的 所以没有心态上的一些这种 害怕和焦虑 想了解大表姐之后三年内的人生规划 没有 我一直享受当下 然后憧憬未来 说具体的有些什么规划 没有 想问大表姐准备什么时候找男朋友 时刻准备着 想知道大表姐的公司是什么岗位 主要干什么 mini是什么岗位 我们公司是一个新媒体公司 有很多的跟新媒体相关的业务 我和惠惠都是在内容部门 惠惠最主要的就是做她账号的内容去拍摄 包括前期她有什么想法 有一些策划跟编导在一起 我会除了内容上面的负责 还有运营上的一些负责 就是有新媒体运营这个部分 想知道怎么搞钱 努力 我想知道大表姐一直租房搬家 但买东西也挺多 挣大钱了吗 存钱了吗 多久能买房 我希望大表姐早日买下房东的房 其实也没有一直搬家了 这次搬家的原因 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那个房子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然后比较贵 没挣大钱 挣大钱不就买房了吗 买东西挺多 这个的确是我承认 因为我特别喜欢购物 我从小就是那种 有我妈的话说是 给一个花仨的主 而且我觉得钱花了才能中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大家不要效仿 到现在这个岁数 我发现其实是不太好 还是要有存钱的这种计划的 刚刷完视频 我更想知道闲鱼号是什么 大表姐要万事如意 大表姐以后的个人观是 丁克族吗 丁克是不生孩子吗 赵丽 是不生孩子吗 我不知道 目前还是没有这种打算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 心性变化很快的人 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大表姐没被催婚吗 被呀 没有大家想象中可怕 家人们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 去考虑的 担心我将来可能孤独终老 但是他们也不会太去强迫我 说你必须要结婚 你不结婚 你不能回家 不领男朋友回来 你就进不了这个家门 什么之类的 这完全没有过 大表姐我要有机会来北京 大表姐可以给我做顿好吃的吗 可以一起去玩吗 做顿好吃的完全没问题 现在大表姐 弄了一个粉丝的家宴 然后已经有一个粉丝朋友来我家了 如果你来北京的话 你可以提前联系我 然后可以来我家 然后给你做点好吃的 一起去玩就不太一定了 其实我也不太爱玩 想看到没有 做饭和赶大吉 没有你最近经常做饭 赶大吉就过一天餐厂回去 捡到多少斤了 然后现在170多斤 要奔180了 然后今年的确有些放纵 过一天我马上就会继续减肥的 为什么没有人对自己好 都是自己对别人好 那你们可能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还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这这种事 都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找原因 可能是你跟人相处的一种模式 你应该换一换 对自己最狠的一件事 哈太山 想知道大表姐和惠惠到底什么情况 感觉两个人互动越来越少了 之前是因为惠惠才认识大表姐了 以前看两人互动特别多 我现在感觉互相很少提到 想知道原因 我就就这个机会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 当时我和惠惠 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非常的单一 公司的人也比较少 就惠惠我们几个 所以我们会经常在一起 因为我们每天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慢慢慢慢 这已经过了大概有四五年的这个时间了 在这个时间里 公司的业务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然后mini的账号也很大了 包括大表姐也自己做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惠惠也结婚了 她也有自己的这个小家庭了 我呢也会有其他的工作 惠惠也是一样的 这个它并不代表说我们感情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完全没有 我个人是非常不愿意 其他人去无端的揣测 我和我朋友之间的这些感情 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当事人 生活当中我们也没有相处过 当然我后来反思了这个问题 可能是我想当然了 我没有跟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 从账号上我们为什么说也互动很少了 是因为从账号运营的角度来讲 这种互动觉得是可能是互相彼此一种消耗 所以我们就去刻意的减少了这种互动 包括也有人提到说 惠惠去年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去参加了汉的婚礼 其实也回答过 就是我觉得这是都是可以理解的 惠惠都没有挑我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亲妹妹生孩子 要请满月九十的家里所有人 全部都聚在一起 特意等十月的这个日子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我选择了家人 然后我也跟惠友说了 我说等回来咱们再聚 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样的 大表姐想了解一下 你的父母从小给你传播的价值观 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钱花了才能挣 大表姐的厨艺是怎么练出来的 我觉得这种厨艺的东西 需要一些天赋 然后其次就是你要多练多做 然后就练出来了 对大表姐的家庭氛围比较感兴趣 可以聊聊吗 我自己总结有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位置上 父母的这一辈他们年轻的时候 首先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其次要勤俭持家 努力工作 然后赚钱养家 教育好下一代 等他们老了之后 我们长大了 就是跟他们一样 然后他们退休了 他们觉得我现在老了就应该听孩子的 孩子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更丰富 他们平时联系的也很紧 应该抓紧一切的这个时间和机会 多聚一聚 多见见面 然后更开心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珍惜和享受家人团聚的这种时光 所以才有了这种氛围吧 咱就整个东西 这片太长了 都不太长了 赵丽也已经把饭做好了 乔麦面 然后还有我之前炖的羊排 她做了羊排乔麦面 作为一个从真正吃时期就关注过大表姐的人 表示非常想听大表姐的创业经历 创业这杯酒谁喝谁得哭 这就是我的创业经历 怎么样才能劝说自己减肥不要三分钟热度 劝说自己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就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觉得你得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就想要个健康的身体 我现在健康了 所以我的减肥就已经开始迟缓下来了 大表姐说说大龄未婚的事情吧 如何做到独处 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婚姻生活一直的一个态度就是 有你最好没有也可以 所以在没有你的时候 我会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一点 人终归就是要先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 大表姐喜欢哪种类型的男孩 我喜欢个高的 我喜欢直流的 就是像那种当兵的兵哥哥不就都特直流 我就特喜欢那种 更喜欢北方人 南方人可能没有想过 觉得在生活习惯上可能不太一样吧 然后要有趣一定要有趣 健身注意事实上 只要知道欲速则不达就知道就好了 遇到不喜欢自己或者讨厌的人 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 仍远离就远离 不能远离 你就告诉自己和他相处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有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难缠的客户 气得明天要给他两刀 但是你就想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我赚的就是这个钱 就好了 大表里公司招人们好喜欢工作范围 再招商务和后期 看了你最近搬了几次家 你为什么还没在北京买房 是和我们一样囊中羞涩还是暂时不想买 因为和你们一样囊中羞涩 所以才暂时不想买 在北京买房真的太贵了 姐妹们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将来到底45岁以后吧 到底会在哪 刚到北京时是怎么克服想家的 过两天要到北京工作了 好阴谋 房子也没找好的 刚离开家要步入社会 所以都是有这些难过的 我也想家 我过年回来之后还挺难过的呢 也比较想家 但是过几天就好了 可能我已经习惯了 万确开头呢 慢慢来吧 2021年买了最称心如意的东西是什么 喜欢花美男还是钢铁直男 喜欢外卖还是自己做饭 我觉得前两个问题上暂且不提啊 最后这个问题那绝对是不了解我 我拒绝回答 2021年买最称心如意的东西是什么 消不起来了 喜欢花美男和钢铁直男 花美男我不喜欢 开直男我也不喜欢 但如果必须在他们两之间 选一个的话 我选钢铁直男 因为我有信心 把钢铁直男 化成绕纸柔 团搭上有什么独特的心得 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没什么独特的心得 这是自己穿着的 一定是舒服 不太在意别人 我觉得自己穿着行就行 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我们家人都知道 我是个两面三刀的人 就是 我在我妈跟前 我肯定说我妈好话 我在我爸跟前 就说我爸好话 比如说我爸我妈都在 然后我爸就说 嗯 王丹说了 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马上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不要往心里去 我两面三刀 我妈要说什么 我说爸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我两面三刀 我两面三刀 就是这样的 微博的问题 到此已经全部回答结束了 下一期是B站的 拜拜 叫我围绕个之王好吗 求你了 打 来 我天aters 七刀